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蚁旺 昨天呢,我在家里边就闲着没事给家里重新再摆饰 你知道我做极简,天天家里就是捣鼓捣鼓的,搬来搬去的 然后昨天呢,就无意中呢,就把家里的decoration呢,就是装饰品呢 换了一个地方,忽然间觉得啊,摆对地方了啊 所以才发现,其实这个装饰品摆对地方 并且呢,把适当的东西收起来呢 家里边就会看上去呢,又极简又干净又漂亮啊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照一下,我昨天做了一些什么样小小的改变 现在真的令眼前一亮啊 所以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从这个角落了,因为这个角落呢,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经常照给大家看,对吧 我之前呢,你看这个,现在是有没有一种 有没有一种非常极简又干净的感觉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它再也乱不起来了 你们有没有找到关键在哪里 你记不记得我沙发上放了很多 就是关于各种各样香水瓶的那种cushion 不见了,我给收起来了 而收起来之后呢,我之前还在那里放的那个 就是放音乐的,然后旁边放那个粉红色的花 然后把小和尚和这个花放在这里 too much,太多了 你知道吗,昨天我就想 就是我之前不是拍了一个video 有关于我那个,就是一个桌子 就是那边那个桌子之前我放的是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桌子,我之前不是放的 就是画画笔啊,毛笔啊 打算去画画用的 可是我经常不用,我就收起来了 可是收起来之后呢,忽然间给我感觉 心旷神医的感觉 我忽然发现,哦,原来有些时候呢 这个装饰品呢,其实也会给我们心情带来烦躁 虽然它是美丽的 但是就是感觉它美丽的来 又感觉好像很多鱼,是吧 所以呢,我把那个桌子清出来之后 感觉,哇,这样的感觉 感觉心情会更舒畅 所以呢,我就,哎,提醒了我 我就把我这里的垫子全部收起来了 然后呢,波波呢,就是我们家猫猫睡觉的地方呢 我给他铺了一个这个毛间 等他上,睡觉就跑到那里睡 就,而且,就是,你知道吗 他们是没有机会变乱的 我每次回来呢,我觉得,哎呀,这里好乱的 关键原因是,每次我们一坐下 那个哭声就是颠来倒去的 而家里人也不会说说,哎呀,再机会摆回去啊 再给你摆放漂亮亮亮的啊 所以,每次一进门,看到这沙发呢 就乱七八糟的 好,那我把它收起来了 哎,连乱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然后呢,我把那个鲜花呢,就移到了别的地方 把这个呢,移到那里 我觉得,这个角落呢,就是给人感觉静静的感觉 放这种,就是,放这种很,很清雅的东西 然后这里本来有个圆桌 也是感觉很,很,就是很不,很有违和感 就是不合,感觉不适合这个位置 然后我也给移开了 但是呢,这个小桌子呢,我就放在这里准备 如果有谁在这里坐,需要放东西啊 喝东西或者写东西呢 就把这个小桌子移过来 非常轻的一个小桌子,很容易移 所以呢,我对这个角落呢,非常非常的满意 哇,你看,哇,有没有一种心旷神仪 非常极简,又干净,又漂亮,又有意境的感觉 哈哈,我自己自我欣赏的感觉非常好啊 然后再给你们照一下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呢,我的另外一个客厅 我这个客厅呢,也稍做了改变 之前呢,就是这上面呢,我也是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太多,然后我就移了一点点 稍微做了一点点改动 然后下面这个凳子呢 因为我跟大家说过,有很多东西呢 当我看着,就是这个东西看不顺眼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哎,特别烦躁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凳子啊,我女儿每次弹完琴呢 她都不记得放进去 然后呢,就被我家猫抓到 你看,就皮子都抓成这样了 所以她放在这里,我每次看到我就好心烦呢 就是每次凳子变这样 当然我也想过,以后如果不要的话 可以换个新凳子 但是暂时呢,我就买了一个 也不是买了,我把我女儿房间的那个 粉红色的绒绒 就拿来给她铺钢琴凳子 看,漂亮吧 然后,我觉得很衬这个房间 然后呢,我在现在呢 我又把这个 我把这个花 记得我放在那边的花吗 我把它移到了这里来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花放在这里竟然这么好看呢 就是,然后这个桌子放在这里也是 我觉得,好衬呢 你不觉得很衬这个厅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 但是我感觉好衬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厅呢 给人感觉很Modern 就是很现代化的 红黑的这个搭配 所以呢 所以呢,我觉得 我应该把窗帘拉上 要不然照起来很难照 把窗帘拉上 然后把灯打开 好了 就从这个角度给你们照下 我家猫猫在外边玩够了 要进来了 你回来了 每天早上呢 他就会在门口等着 我把它放出去 让他玩一会儿 回来了 好 然后呢 继续啊 这里就是 这里又是我要扔掉的 就是要捐掉的东西 还是放在这里继续 继续往外捐 然后呢 这里还记得吗 这里我有一个爬山机 爬山机我也处理掉了 因为 真的是那些东西都是 不是会经常用的 我觉得用这个振动器啊 会比一个爬山机用的更多 所以我把振动器放在那里 然后呢 把这个花移在这里 这个桌子 我自己感觉好棒啊 干嘛 又撒娇 然后我在那个上面 我在这两个下方的枯绳 也是我全部收起来了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垫子 后面的那个垫子 我也全部收起来了 其实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 没有这种东西 会移动的东西 反而显得家更干净 更整洁 我现在摆放这些东西呢 全部都是 就是不能 不能移动的 就像 像这些花啊 什么 你不用去移动它 不用移动它 它就不会显得很凌乱 而这个桌子放在这里呢 这个桌子竟然好搭 这个客厅啊 然后再配上这个 我跟我女儿说 我说 女儿 你看我这个厅 是不是有点网红的家的感觉了 忽然间就好像搭对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每天闲着没事 就这试试 那试试 然后 放这 就是放这摆一摆 放那摆一摆 然后 然后 然后昨天呢 就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 就把该收的收起来 然后 尝试着新的decoration 竟然感觉摆对了 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有没有 有没有 只不如很兴奋的想讲给你们听啊 就是拍给你们看 其实家里边 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也不用说 特意去买些什么 做些什么 但是呢 就是家里现有的东西 如果你可以 就是安对了 比方说 摩等的就和 现代的就和现代的放 古典的就和古典的放 就感觉就是 你只要搭对馅了 这感觉就会眼前一亮 我之前呢 就傻 就是 我也是有 还是那毛病 就是有些东西不舍得扔嘛 像我之前不是说 我那边不是 看我那边不是 有这个 这种花花草草的嘛 然后我就放啊 觉得哎呀 有这东西 家里有绿绿的很好啊 其实这种 我这种花盆啊 其实特别属于那种 古典式的东西 并不适合放在 对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是我拍YouTube用的 我拍YouTube用这个东西 就这一个 就这一根棍就搞定了 这是个圆圈 是个灯 然后呢 就是灯罩着 然后把电话放在这 就可以拍YouTube了 非常简单 但是这个东西 我买回来蛮贵的 几百澳币买回来的 其实也有便宜的了 可能我买贵了 可能加上邮费比较贵 所以 然后这些东西呢 我打算都处理掉了 因为其实并不搭 并 其实 其实呢 并 合着家里边呢 并不是很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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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家猫猫 宝宝 宝宝 你看啊 它有逗它玩 你玩够了是吧 你在外边就玩够了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我经常喜欢逗它玩 它可喜欢 它可淘气了 我家这猫超级淘气 宝宝 就是沙发都抓坏了 你看 我本来想 这个沙发都不要了 因为它这边 也是抓坏了一点 不过还好 它没有 它没看到 它这边都划痕了 还好 它没有像那个凳子 抓得那么厉害 只是一点点而已 宝宝 宝宝 淘气鬼 淘气鬼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还是最喜欢 这套花 对 之前有个观众朋友问我 这花在哪买的 我是在澳洲 那个Spotline 你们知不知道Spotline 就是卖 是叫Spotline吗 就是专门卖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 它是专门卖布 卖床单 窗帘 就是专门卖那种 缝衣服用的地方 它里边有一个area 就是有卖这种花的 我当时是一只 一只去挑的 也不便宜 那里卖的 其实一点都不便宜 然后那个 而且我还在 在南宁卖定station 那边 是南宁卖定station Yhouse Road 往那边开呢 有一个花店 专门是卖 假花的 里边各式各样 什么花都有啊 但是具体地址 我不太知道 在Yhouse Road上面 南宁卖定station 再往 再往任务的 那个方向走 在路边上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假花店 那里呢 花也是又便宜又好看 这个呢 是在Spotline买的 我超喜欢的 但是后来再去呢 就好像挑不到这种 就这么漂亮的假花了 我当时是一枝一枝挑的 而且呢 就说 如果这个假花脏了的话呢 很简单 你们就拿那个 就是吹风机啊 把它吹 把它吹 把它灰吹干净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用洗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假花 下面我就放了一个 我打算买一个圆碟子 再买一个圆碟子 或者是看家里有没有 找一个圆碟子 把下面这个 就是放花瓶和放这个 感觉好棒啊 每天在家家里 就干这些事啊 除了整花园 还是整家里面 哪怕是一朵假花 都会让人心旷神怡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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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